旋斌分享孙艺珍孕期胎轿去世 庆祝新影片观影人数突破500万 共祝2自从上映之后 票房一直非常不错 尤其是相对于韩国本土来讲 该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海外的市场也是非常有利 回顾该片从宣传到上映 目前票房的累计观影人数 已经高达507万1109人次 也早就达到了该片宣传时候的预期 影片获得了巨大成功的背后 首先离不开剧组各个成员的协助宣传 从开始上映到如今上映这么长时间 林允儿、玄斌、刘海震、甘尼尔·亨利等主演们 一起各赞宣传 可以说为该片的票房成功护航 9月22日在庆祝该片票房取得胜利突破500万的同时 玄斌被媒体问到关于老婆孙艺珍的孕期去世 玄斌说她在家中很享受当下的感觉 并且也忙着学习做各种婴儿美食 在活动现场的玄斌表示老婆孙艺珍在家里也挺忙的 有一个宠物狗狗需要照顾 还有肚子里的小宝贝需要随时照看 除了各种胎教之外 她还跟着妈妈学习做地方美食 其中包括婴儿后面的营养餐 老公玄斌在外宣传新电影 而且电影已经取得非常不错的票房 老婆则怀着孕在家中享受着幸福的生活 不得不说玄斌和孙艺珍真的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妻 结婚至今发展非常快 如今已经都快要当奶爸的人了 恭喜玄斌 不过韩梅并没有透露孙艺珍具体的待产日期 有八卦网友猜测 还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估计玄斌就要当爸爸了 孙艺珍等待着迎接她的小可爱 在宣传庆祝票房突破五百万的时候 剧组和各个主演们一起合影 还在电影院里举行了庆祝仪式 玄斌和丹尼尔亨利帅气十足 脱掉外套的玄斌感觉壮实了不少 尤其是整个人的状态也非常成熟有魅力 网友留言 行男出动真的是太有型了 太绅士了吧 另外接住该片的火热势头 林云与玄斌还有其他的主演们 一起进行了广告的各种宣发 玄斌的粉丝们透露 她接下来可能会往国际影视方面发展 到时候 孙艺珍后续也一定会受到玄斌的影响 恭喜共助2 观影人数突破五百万 玄斌玄斌 希望早日听到她和老婆孙艺珍的好消息 祝福他们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玄斌聚餐不仅会下厨 居然还有这项才能 孙艺珍好眼光 由玄斌、刘海珍、林云儿主演的新片 《机密同盟2》上映16天 观影人次突破了五百万人 果然魅力无法挡 为了帮新片做宣传 《机密同盟2》主要演员 在南韩各大城市跑路透 目前 玄斌与剧组前往釜山参加活动 宣传结束后 与几位演员前往当地一家知名餐厅进餐 居然被电源曝光 还有这项才能 《机密同盟2》上映16天 观影人次突破了五百万 《机密同盟》在2017年上映 时隔五年 原班人马再度合作《机密同盟2》 包括玄斌、刘海珍和林云儿 都延续了上一集的角色 续集新加入由丹尼尔海尼扮演的FBI探员 为芯片增加看点 上映至今 票房果然不负众望 玄斌在餐厅里花很长时间 查看架上的各款葡萄酒 看来颇有研究 目前 玄斌前往釜山宣传芯片时 与其他演员在一家餐厅共进晚餐 之后 餐厅员工在网络曝光当日 玄斌的多张照片 并大赞 玄斌态度亲切 完全没架子 餐厅老板瞬间成了他的忠实粉丝 爆料者更提到 玄斌在餐厅里花了很长时间 查看陈列架上的各款葡萄酒 并弯腰仔细看每个酒标名称 并正确地念了出来 看来 玄斌不仅是葡萄酒的爱好者 对于各种酒款也有很深的了解 宋允儿等人前往玄斌孙一珍豪宅聚会 身后掌厨者被认为是玄斌 目前 宋允儿等人被发现 到玄斌孙一珍的豪宅聚会 身后站着一个头戴棒球帽的男人在掌厨 网友们认为 这个人正是玄斌本人 老婆跟闺蜜聊天 老公在一旁负责下厨 原来玄斌不仅人帅 厨艺了得 现在还被发现还多了像品酒才华 网友纷纷羡慕起来 大赞 孙一珍果然好眼光 接下来说 宋仲基参加妹妹医学博士毕业典礼 三兄妹罕见合影 颜值差距大 双宋在2019年离婚后 无论宋慧桥还是宋仲基的人气都大不如前 既没有新恋情的加持 也缺少了好作品的支撑 宋慧桥恢复单身后休息了很长时间 他签约了王家卫的电影公司 却没有接拍任何新片 只在去年拍了一部电视剧 现在正在分手中 该剧无论口碑跟收视率都不算好 宋仲基相对勤奋一些 拍摄了电影《胜利号》 及电视剧《文森佐》 《财阀家的小儿子》 当两人再度有消息曝光 已经是宋慧桥衰老 宋仲基颜值不及当年之类的话题 令人唏嘘不已 前些日子 宋仲基方面终于传来好消息 但跟他个人无关 其实是他家里的事情 宋仲基大哥宋成基更新社交网 发布了一张三兄妹的合影 庆祝妹妹宋色奇医学博士毕业 上次宋家三兄弟如此高调同框 还是宋仲基跟宋慧桥结婚的时候 如今网友再次看到他们的合影 不禁感叹 宋仲基不愧为顶流明星 模样几乎没变 他的哥哥跟妹妹都胖了不少呀 宋成基一共上载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三人童年照 另一张则是最新合影 他用韩文留言 曾经也是个小不点的我们老妖呀 我们家也有医生了 心满意足 他还标签了几个话题 包括小妹妹 首尔大学博士等等 语气中尽显骄傲 除此之外 宋成基也晒出妹妹毕业典礼的细节图 相信他们是全家道场 见证妹妹获得荣誉的时刻 据悉 宋色奇比宋仲基小七岁 今年三十岁 他在韩国完成高中之后 即被家人送到加拿大上大学 外界只知道他成绩不错 没想到会成为医学博士 宋家三兄妹都是学霸 宋仲基为娱乐圈少有的高学历艺人 他是韩国成军馆大学 经营系本科毕业 高考时所有的科目 都拿到了优秀的好成绩 宋家大哥同样很出色 有指他曾到北京大学进修中文 宋仲基一家感情非常好 当初宋慧乔嫁到他们家时 就常常跟随着一同外出旅游及聚餐 乔妹与大哥大嫂 甚至是两个小侄子都相处得不错 双宋宣布离婚 宋仲基的大哥第一时间 在社交网取消关注宋慧乔 并发中文疑似内涵前弟媳妇 被网友广泛转发 可以说在离婚事件上 宋慧乔只有经纪公司 而宋仲基除了公司 还有整个宋家作为后盾 足见宋仲基一家有多团结 如今宋家最小的妹妹都博士毕业了 家里除了有顶流明星 还有专业医生 宋仲基的父母可以安心养老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